唐燕婚礼图曝光 也是让众人大吃一惊 这对新人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 大概是罗基祥给唐燕一场温馨而浪漫的婚礼吧 然而两个人的保密功夫做得相当好 并没有通知任何媒体 只是交了少量的亲朋友 一起度过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这对病人真的是太低调了 把各种环节都以偿的这么好 甚至婚礼图都是结完婚后工作室放出来的 期间只知道双方的伴娘和伴郎 还有胡歌在现场为唐燕和罗基唱了一首歌 其余就是伴郎孙间在微博上 爆出来的罗基对唐燕说 余生请多聚教 唐燕对罗基说 你就是我要选择的人 除此之外 我们都不知道两个人的现场有多甜蜜 直到现场图被工作室曝出后 我们才看到两个人的婚礼现场 只见罗基对唐燕极其忧心 光伴娘和伴娘的礼服都做了两套 一套中式 一套西式 都是独家定制的 而且唐燕作为新娘子 更是为其独家定制了三套礼服 一套中式 一套西式 还有一套晚礼服 每套都没班了 唐燕的中式衣服 是红色的珍珠和服 和服上似的一条凤凰 唐燕穿起来特别线腰身 整个人端装 大方 而白色光纱的纱尾更是有三米长 而且是露背的 背部上方有一个蝴蝶纱带 露背的地方呈现出一个新的形状 非常漂亮 而晚礼服是淡粉色的 唐燕一头黑发披肩 就像是一个公主 美极了 就算远远的看 都能知道她就是城堡里的公主 然而不知道眼间的观众 是否有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证明了 罗金到底有多宠唐燕 这个细节就是罗金的衣服 罗金在衣服的扭扣旁 就进了两个字幕 一个是J 一个是Y 合起来就是敬燕的大写字母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罗金朋友在之前爆料吗 他和罗金同乘一架飞机 当时空姐说了句这是敬燕航班 于是罗金对朋友说这是我的航班 朋友感到奇怪 罗金说敬燕等于敬燕 这碗狗人发的真是厉害 所以罗金真的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 无论哪个地方 都想狠狠的让唐燕感受着她对她的爱 看了现场图之后 小编也是很羡慕啊 唐燕真的很幸福 相信很多网友也都被罗金的心思给感动了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婚礼了 一辈子一次的婚礼 一定是让人自己一留心的 而罗金给了唐燕一场童话般的婚礼 这场婚礼不需要多少编客 又已经足够震撼 喜欢这一对 希望他们能永远幸福 早日有爱情的结晶